所以断思诸佛 说方便道 为什么呢 只能帮助你超越六大轮回 六大轮回外的还有受法界 四圣法界 你还不能超越这方便道 无名为尽 在三种烦恼里面 你只断了见死 成杀为断 无名为断 无名为尽 这叫有余 阿罗汉 正的涅槃 有余意涅槃 有余涅槃 到 舍法界 神文法界 研究法界 菩萨法界 佛法界 到佛法界 把无事无名 断掉 无事无名 放下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不起心 不动念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起心动念 这叫无名 这叫无名破路 煎死烦恼变出来 所以煎死烦恼断了 六道就没有了 无事无名没有了 破了 放下了 是法界没有了 叶真法界先前 叶真法界 是诸佛如来的 十报 庄严图 为什么它一真 真是对舍法界 说 舍法界不是真的 为什么 舍法界是无常的 三种现象都是无常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全都是刹那生命 说刹那 时间还是太长 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也谈止 三十二亿 百千个生命 叫无常 一真法界 没有这个现象 无名破了之后 你所证得的一真法界 实不状怨图 实就是真实 真实的宝图 除这个之外 假的宝图 不是真实的 今天这种现象 被量子力学家看到了 较大和 其他人 中文字幕电影 明显 因为 下 audition 仅 有一个 悉 试